全球各国疫情持续蔓延 中国红十字会目前已经先后派出了多支志愿者专家团队 前往海外疫情严重的国家支援当地抗疫 目前专家团队在各地的工作进展如何 又取得了哪些实际的效果和反响 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于福龙接受本台记者的专访 介绍了有关情况 于福龙副会长首先指出病毒无国界 在全球化背景下 中国红十字会秉持提供人道主义救援的原则 向疫情蔓延的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 目前已向伊朗和伊拉克派出了志愿专家团队 并配合国家卫健委 向意大利派出了抗疫医疗专家组 帮助当地制定防控措施和诊疗方案 这些专家涵盖病理 护理 集中症和中医等各领域 我们的专家组冒着很大的风险 渗入他们的社区 渗入他们的医院 跟他们共同研究 针对某些地方的感染情况 怎样采取不同的措施 比方说在伦巴蒂大区 还有人在去普洛伦萨 还有罗马这几个地方 形成一个非常好的基本防控体系 在给予人力资源支持的同时 中国红十字会还为以上三国带去了物资援助 包括防护口罩 防护服 检测试剂 ICU病房 设备器材等 这些物资援助当然是有社会爱心团体 爱心人士他们的定向捐赠 我们都尊重捐赠人的意愿 给他们及时的发网 捐赠人的所提的捐赠者手中 身处海外的华侨华人中资机构 以及留学生的疫情防控情况 一直受到社会各界关注 中国医疗专家组 不仅为他们带去了防护用品 抗病毒 中药药剂等物资 还组织活动通过与国内视频连线等方式 向他们讲解防控措施 回应他们的关切 我们国家也制定了非常好的 防控疫情的版本 有关防预防的 有关于治疗的版本 我们都及时以最大可能的面 向他们发送 供他们参考和学习使用 只有梳理信心 配合当地政府采取防控措施 才是更有效的办法 任何更多的流动 有可能带来新的风险 于富龙表示 中国医疗专家组目前顺利完成既定任务 把中国防控和诊治新冠肺炎等方面的经验 传授给了相关疫情国家 不仅得到了当地民众的欢迎与赞赏 还得到了世卫组织和红十字会 与红星月会国际联合会的一致认可 在采访中 中国红十字会还表示 接下来将进一步加强 与有关国家在疫情防控上的交流合作 继续向有需要的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指引下 同舟共济守望相助 共同打赢这场全球抗疫之战 总裁央视记者北京报道